第28题,立威将气包线绕在笔杆上形成一螺形线圈并加以通电,线圈右边放一软铁棒如右图,关于本实验下列叙述何者错误,地磁影响忽略不计。 我们知道螺形线圈的磁场大小是跟电流大小成正比,跟扎速密度成正比,电流越大,我们的磁场就越强,扎速密度越大,磁场也就会越强,所以选项A跟我们的选项珠呢,都是对的。 那么我们这边,我们一个螺形线圈的产生的磁场,用安培右手定则去一比,是像这样所示,大拇指的方向就是N级的方向,所以线圈的右边会产生N级,左边会是S级,那么因为右边是N级,所以磁化的结果,线铁棒的左边就是S级,那么右边呢就是N级,所以呢我们的选项B呢是错的。 那么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电池的方向相反,电流方向相反,那么线圈上的磁场方向也会相反,所以S级就会变成N级,N级呢就会变成S级,所以选项C是对的,因此第28题问我们说,关于本实验下列叙述何者错误,我们答案选的是B,右图中软铁棒的左端会被磁化为N级。